近日南马遭受连夜豪雨的侵袭,原本是在八祖八峡铁山中华学校的疏散中心也发生水灾。 随着大水退去,校方需要很多人力进行清理工作。 奇迹之工于是带着打扫器具进入校园大清扫,好让学生能安心就学。 学校假期即将结束,灾后的清理工作迫在眉梢。 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,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持续的人也可以去协助打扫这块。 当那个水未退的时候,我们就马上去了解状况,第二天我们赶快去打扫。 许多志工合力付出,很快就把大礼堂清扫干净。 我的家也是灾区啦,我是要回来打扫,帮忙打扫,可是我家的水还没有退,所以我就先来永平付出。 我爸爸妈妈一起来,因为学校还没有开学嘛,我们可以帮助到这样多人,我就觉得很应该的咯。 水灾之后恢复干净的校园,让学校能顺利开课,也让老师和学生更珍惜一起学习的时光。 迭传、迭传、迭传、实际第一次同在。加油、加油、加油。 大爱新闻,正上美之功,马来西亚八重八辖报导。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远离灾难